大家好, 今晚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 其實可以當作日菜 但亦可以是普通的家常菜的菜式 是什麼呢? 大家看到畫面 這個就是龍躉的旗骨位, 很甘味 當然大家都知道龍躉的骨頭腩就好吃 但如果純粹是龍躉腩的話, 我也做過很多次 這次我就買它比較甘味 因為它的旗位, 比較多油脂 所以吃下去就很重餘味 買回來之後, 我們就要拿去沖洗 買回來的時候, 我就沖洗了一次 這次我純粹是跟大家示範一下 沖洗它 沖洗它的時候, 那些水 它第一次沖洗是會有 有些奶白色的東西 沖洗到它, 變成清水就可以了 今晚什麼菜都還未說 就是這個京蔥爆的龍躉旗 當然有京蔥 買兩條就夠了 兩條大 然後有些蔥倒 然後有蒜蓉, 有薑片 今晚我會放沙茶醬 看看 這裡剛剛有少許 夠一餐用 我們要怎樣做呢 接下來我們就要拌這個龍躉腩 稍微 close up一點 讓大家集中一點看 咦, 玩鍊裡面有另一道菜 對呀, 那是另一道菜 我都說我每晚都是煮飯吃的 不是故意為拍而拍 我有得煮飯有飯吃 我才有得拍的 好了, 首先呢 我們就 放些薑片 即是我們切薑片的時候是預料 一半就爆鍋 一半就用去醃製 這把刀都沒有用了 所以我現在要收起來 好了, 放了薑片之後 這裡大概十兩左右 十兩左右到一斤左右 首先呢 我們就放少少鹽 輕輕就可以了 稍微提一提味 OK 然後呢 就 糖 我講過很多次 糖呢 我們可以放少少少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呢 就放少少的雞粉 那 雞粉呢 這裡一定要放的 因為呢 本身呢 那些龍躉呢 它都是冰鮮魚 很少會有生湯龍躉 即是 真是 游水的龍躉去湯 除非你去到西貢 或者去到這個里原門 這些 專門吃海鮮的地方 如果不是多數都是冰鮮的 所以呢 一定要加少少少雞粉 這個雞粉的作用呢 就可以辟腥的 然後呢 我們呢 就可以是 加些胡椒粉 或者胡椒碎 好 然後呢 就加麻油 那 麻油多與少 呢 釋除尊便 大家喜歡 我講過很多次的醃海鮮 盡量簡單一點 就不要那麼複雜 如果不是呢 它的味道 就會干擾到 原先的魚味 那些鮮味 那現在呢 我就下酒了 那麽原本 如果是那些蝦 那些呢 就不應該下酒的 但是魚呢 就要的 因為酒呢 也是一種脆腥 和提香的作用 OK 那麽基本上 就齊了 那麼多樣東西 醃海鮮 盡量簡單 就是醃魚 然後 然後 放些生粉 生粉適量就可以了 鮮頭呢 我就刻意地 沒有力乾水 給大家看一下 有水的 那我現在呢 就 拌的時候呢 我們呢 就是 以這個 是水 吸光水為止 OK 就是要拌乾它 那麽呢 我們才是叫做 夠身 就是適合達到標準的 那麽 那麽本身 因為這個是 龍旗位 就是 魚旗位 那麽呢 那麽呢 它是會有些大刺大骨的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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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那麽呢 就是小心點啦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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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麽好 那麽呢 那麽呢 刀不夠重, 我就要用很大的力氣 都未必做得到, 所以大家可以要求魚桌幫你切件 其實現在魚桌, 基本上它都很容易答應你 會幫你做完事 大家看到的, 我越拌, 那些水就開始吸水了 大凡拌肉也是, 拌就不要拌到水汪汪 一定要拌到吸水為止 這樣魚, 肉類才會有內裡嫩滑 外面有金香的效果 因為待會我們要走油, 表面就金香 要切的時候, 大概要切半寸 半寸至三分二寸之間 太薄就會散, 太厚就會影響口感 現在差不多了 然後加一點蜂油 醃完之後, 大概要醃半小時 就什麼都夠味道了 超過十五分鐘都夠味道 大家自己欣賞時間 因為這些魚, 我們等下煎的時候 如果它不是太入味的話 其實就不算太鹹的 但仍然保持到魚心 那種魚的獨有 那種海洋的鮮甜味, OK? 好, 那就搞定了 然後下一個鏡頭, 我們就開始炒菜了 這道菜其實也很簡單 好了, 大家 那現在就開始燒鑊 就準備和這個龍躉旗 這個旗位就走油了 先一樣, 背後缺 大火燒鑊 然後下鍵煎, 然後就下油 接下來就燒一會兒 稍微燒一會兒 然後再鍵煎, 就可以下料 下去用酒油的了 酒油或者煎都OK的 大家看到這個時候 出煙的話 我們稍微收細一點點火 因為等下我們放東西的時候要預期時間 所以不要太大火 否則有機會煎焦 材料多了一點不用介意 照排 很香 拿下去煎 大家看看是否很乾身 這樣魚肉要拌得這麼乾身 走油和煎出來才會漂亮 這個時候我們開大火 走油 這樣就雜質鑊 因為鑊的弧度問題 所以不是所有魚塊都接受到油油 所以我們要雜質鑊 半煎 半炒 半酒油的形式 好 這個時候大家看到不動它 ,是呀 如果這個時候動它的話 就會黏著鍋底 不論燒多久 燒得多漂亮 都會這樣 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說 千萬不要搜多,就是這個意思 讓它稍微煎好了 讓它一邊固定了,成形了 我們才會再移動它 如果我們燒鑊燒得漂亮的話 它煎到差不多,或者走到差不多 它會自動脫鑊的 即是自動脫底的 我們不用怎樣理它,OK? 這樣就為之漂亮了 現在,大家看到嗎? 我這樣搖它,它仍然未能動 所以我們不要太心急 如果我們現在,這個時候一動它 就有兩個問題 要麼就是貼著鑊底 然後第二樣東西就會弄爛它 你不要看龍躉肉這麼厚 其實它很脆弱 它之所以能夠最後保持完整 是因為我們才放了生粉 那些生粉就保護著它,黏著它 所以它就不會散 OK? 這樣呢,這個時候我們再移動它 這個時候呢,因為它這麼久都沒有脫鑊底 所以我們要收小火 避免它煎焦 我想走油都不行 那這個就是家廚的困境 困局 因為通常我們沒有專用的油爐 那變成我們走油就沒有那麼… 即是我們會吃虧了 還有呢,我們不敢用那麼多油 就跟專業廚房它多工具 那它變成它就可以慢慢… 即是它可以很快就已經搞定了 我們呢,唯有就是用煎的方式 所以我經常都說半煎半炸 就是這樣解 好了,這個時候 大家看到嗎 看到嗎 看到嗎 這裡已經開始動了 現在已經有超過一半動了 這個呢,它沒有油到呢 所以它還沒有脫底 所以為什麼我們經常煎東西 要用那麼多油就是這樣解 那些油呢 它可以幫助那些生粉呢 那些粉底呢 是會更加快凝結的 亦都能夠容易產生焦香感 那現在就OK了 好了,那這個時候呢 我用一用這隻鑊鏟 如果我用鉗子 我怕著呢 就會是令到它是爛的 大家看到嗎 起鑊是不是很簡單呢 是啊 這個就是我們走油的時候呢 就是 或者是煎的時候呢 我們起鑊呢 起得漂亮 那所以呢 它就很容易呢 很容易呢 就是可以離鑊了 那變了呢 我們 要煎它的時候呢 就很簡單 簡單得多了 OK 那現在這個情況呢 就不用怕它再黏底了 最怕的是 就是第一次翻去那邊呢 第一次放著鑊底那邊呢 就怕一些 好,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可以開火了 那大家看到呢 那它呢 那它呢 就是碰到火那邊呢 就有些焦焦的感覺 那這些呢 那這些呢 就是我們炒斑球啊 炒斑塊啊 那個食味的來源 明明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就是 梅立反映啊 表面焦金香啊 內裡呢 就亂滑啊 那它這個焦香呢 那些粉呢 是會形成一個保護膜呢 是可以保護著 那塊肉裡面的水分的 那如果呢 那一旦呢 它脫掉那些粉的話呢 那些水分呢 就會快速地流走 那呢 那些肉就會糟糕了 OK 那那我現在開大火的啊 啊 因為這邊呢 我便可以快些 弄焦它了 啊 讓它表面有個焦香 那大家也看到的 我現在反面之後呢 我都很小心 去令到它呢 每一邊都可以是 碰到油份啊 那大家只看肉的表面呢 肯定知道呢 我這個 就是 當它是龍躉腩啊 這個斑塊啊 是非常嫩滑的 因為呢 是水靈水靈的這樣啊 即是很濕潤的感覺啊 那這個也是呢 我為什麼這麼喜歡用龍躉腩的原因啊 OK 搞定 那第二邊呢 因為我正在用大火呢 就不需要太長時間的 OK 我給大家看看 反轉 看到嗎 一樣是有金香的啊 啊 這一次呢 我沒有炒散到那些 即是沒有弄散到那些 那些 那些 那些斑片呢 那這個呢 就不夠了 那呢 我就稍微移一移它先啦 即是盡量令到它甘香些呢 我們 就可以呢 即是可以呢 就是 令到它呢 那個食味更加好 就算萬一等間呢 我們爆鍋的時候呢 那些 那些京蔥爆鍋的時候 我們不夠鍋氣呢 這個這樣煎到它 起這個 焦狀呢 也都可以令到它呢 是 令到它呢 就是那個 有一個 焦香感啊 就不至於呢 沒有了鍋氣 沒有了 那種香口的感覺 這個 這個呢 在鍋邊 因為一直都沒有油到 它就有一點點黏底了 好 那就可以了 我先關小火 那就可以了 弄起來了 這個時候呢 我利用這些油 那就可以開大火 燒紅的鍋 那這個時候呢 我稍為呢 把那個 鍋邊的那些 那些 那些東西呢 就抹走它 那既可以不浪費 同時間呢 亦都可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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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用回 它的那隻鍋 就不用說 那麼多功夫 又要洗呀 又要成這樣 現在稍為燒一燒它 跟著之後呢 我們呢 就下這個薑片爆鍋 先下薑片 好 嘩 這樣都被油彈到 好 跟著之後 放酸溶 跟著呢 就這個是 這些蔥白呢 爆香它 那現在呢 我怕著它燒焦 所以我先關小火 為什麼呢 我要放那個沙茶醬 去爆鍋 那這個這樣的做法呢 那個 那個 增加那個食味的來源呢 就是放沙茶醬 然後呢 大概呢 放兩茶匙左右 然後呢 開大火 繼續 開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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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想它更加野味呢 因為之前我都說過的 有時候我忘記了下去爆鍋 那變成呢 相對地 那個沙茶醬的味 就沒有那麼出的 但是現在呢 我這樣來爆鍋 那個沙茶醬的味 就會很出的了 OK 好 跟著這個時候呢 這個沙茶醬都爆乾了 那我們就可以下這個京蔥了 嗯 好香啊 稍微炒香的京蔥 好香啊 鮮頭呢 看似很多油 但是呢 其實呢 這個就剛剛好 是被一些京蔥吸光的 那還有呢 鮮頭呢 其實有部分那些 走油的魚呢 那些油都會 帶走了 帶走了 那我就要瀝乾 等一下我們下魚的時候呢 那些油就不要的 那所以做到菜 其實不是很多油的 那為什麼我說吸光了呢 那大家看一下那條鑊 多乾淨 現在是不是 記住 什麼為之適當的油量呢 就是你剛剛好 放了這些材料下去呢 它吸光了那些油 在鑊面呢 就沒有油的 那就為之適當的油量了 好了 這個時候就行了 這樣呢 那呢 我就將那些魚件 那些魚件 那底是很多油的 那這樣 將它 撥下去吧 那些魚呢 是很容易散的 大家看 剩下多少油在這裡 那些油不要的了 那所以呢 大家要記住 你 你落油呢 下去煎 落多油下去煎 不等於你一定要用那些油的 OK 好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做什麼呢 稍微調一調味 少少的而已 那些乾蔥呢 即是那些 那些 乾蔥呢 就是在底那裡 就這樣燒 乾燒 不怕的 這樣呢 那些蔥才會好吃的 那就落下去 少少鹽就可以了 千萬不要多 少少糖 我又不記得了 青糖了 好 嘩 現在很香 然後 稍微炒兩炒之後 我們做什麼呢 我們就是要 蘸走 這樣 這個火 走勻了表面 就一定好吃的 跟著之後 我們就 將所有的蔥 落下去 跟著之後呢 就放這個 這個 芫荽 芫荽 小小 好 跟著之後呢 我們就 最後呢 因為很快手的 所以呢 我 少少的豉油 在鍋邊 拿一拿 好香 好 搞定 炒出蔥香 這樣就完事了 是不是很簡單呢 最主要呢 它醃那裡 大家要記住 就是 一定要拌得它夠乾身 煎的時候呢 我們也都要 煎到它夠甘香 這樣呢 就變了 我們就可以是 這個這樣的菜 就非常之惹味的了 我們爆鍋的時候呢 好 一樣 就是 先是薑、蔥、蒜 薑、蒜 然後 沖 記住 這個呢 這個次序呢 就不能離開的 我看似 很多東西 對吧 那 大家看看 我的鍋是很乾淨的 最後 那 基本上呢 這個菜 就不難做的 OK 那 我先頭 基本上 都已經說了 一個 就是要點了 總結 就簡單一點 這個菜 有三樣東西 第一 就是要拌的時候 大家要盡量 就簡單一點 只需要呢 就是鹽糖 那為什麼要加雞粉 進去呢 就是因為呢 這些是冰鮮魚來的 冰鮮魚呢 加些雞粉 可以披聲 和披雪氣 這個是第一 跟著然後呢 第二就是 盡量要簡單 那 除了是鹽糖味之外 就是胡椒 酒 麻油 生粉 沒有的了 就這麼多的了 OK 拌好之後 記住啊 我先頭是刻意地 沒有完全力乾水的 我就當是加了水的了 然後我們拌的過程 就一定要把這些水吸進去 吸進去之後 就一定很好吃的了 即是它夠乾身 我們煎下去 就不會黏鑊底的 行不行 好了 輪到酒油那裡 記住啊 記住記住 記住兩樣東西 第一要背口訣 第二樣東西 就不要手多 大家看到 我基本上沒有黏底了 除了是那個邊邊 因為沒有油到 所以它有 輕輕有一點點黏之外 就沒有黏到的 可以嗎 好了 要炒的時候 那就是 薑片先 然後蒜蓉 然後沖倒 最後下沙茶醬 稍微煎一煎 爆一爆鑊 然後再下京蔥下去 下去炒 京蔥不用炒很久 基本上炒到它半生熟 就可以下魚了 但是下魚那裡 大家要記住 大家有沒有發覺 先頭的過程裡 是一次過做完的 一落完魚之後 立即調味 然後呢 就立即炒 炒兩碗 這樣就完事了 大家知不知為什麼 原因呢 就是因為這些魚塊 就很容易爛的 大家都見過 我幾次 因為為了解說 炒的時候過了龍 變成魚就散了 這些是炒斑塊 炒斑塊 炒斑球 是經常會出現的問題 所以為了要避免會炒散 我們一下魚之後 我們不適宜是很大力 炒很長的時間 只有速戰速決 明白嗎 所以我全部都放在同一個時間 差不多時間做 明白嗎 那我跟著完之後 調味之後 就灑走 跟著完之後 我們就這樣炒兩炒 炒出 加上這些芫荽 炒出的蔥香 這樣就可以了 明白嗎 最重要是快手 這個相對來說 食味 至低限度 賣相 是我這麼多次炒斑塊 是炒得最好的 不是我不懂得炒 而是有時候 我顧著解說 當然有人說 你少些廢話就可以了 但我的中指就是 我不講清楚 大家又怎麼知道 是不是 OK 所以希望大家明白 最重要是快 這個菜 OK 沒有其他東西 基本上就是這麼多 希望大家喜歡 好東西味的 這個菜 一點腥味都沒有 我的子女最喜歡吃 所以我經常都用龍躉腩 就是這樣 這個龍躉腩 十兩 剛剛我買了十元 不是 十兩 一百元 OK 好嗎 不算太貴 可以作為吃的菜 是不是 多一點的選擇 好嗎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